有很多人說 哎呀 這個就是以後啊 解放軍入侵台灣的方式 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時候 之前他做了幾次演練 一次都沒有 為什麼雷根號在這個位置 1200公里 這麼巧啊 他為什麼打東風15 何威哲 告訴你 我可以攜帶核武器的 花蓮以北 所有的目標通通打得到 台灣海峽沒有一個逃得掉 雷根號要回來了 你什麼時候有看過雷根號 這個美國的核子動力航空母艦 進入台灣海峽 你什麼時候見過 從來沒見過 你覺得他會進來嗎 他都要逃1200公里啦 他1200公里逃的是誰啊 逃的就是 東風15啊 這張圖是同一位記者 訪問小艦長的照片 所以 等一下這個場景 這個場景在中天 在這邊我要謝謝中天的長官 願意把那個 因為他這個 這位記者他不是駐台記者 他是從東京調來的 因為演習調來的 那他們沒有訪問的地點 那要我來找 那我實在是找不到 結果中天的長官願意拔刀相助 非常感謝 但是我講什麼 我講說精心表演 為什麼這麼說 這一次的演習 有很多人說 這個就是以後解放軍入侵台灣的方式 不要鬼扯淡 那但是我這邊有講一件事 這個是展示了中國軍隊 過去20年裡取得的成就 這個就是事實 成就代表的能力 能力 那我們台灣自己提供了機會 給人展現 好 我剛剛講說 為什麼說很多連外媒都這樣子 我請教大家一個問題 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時候 之前他做了幾次演練 董哥要不要幫忙猜一下 隨便猜 幾次演練 十次吧 十次 我跟大家報告 一次都沒有 為什麼是這樣 他就是航空母艦 練航空母艦的 艦載機 練艦載機的 大核這種戰鬥艦 練大核的 然後其他的 那個航空母艦 戰鬥群 練戰鬥群的 為什麼這樣 他只要把這些 統統湊起來 美國是不是就有預警了 所以他從來沒有合在一起過 不相信回去看戰士 他們都在做什麼 電影都有演啊 不願意看書看電影也可以啊 他們是不是都在那邊推兵棋 對 他們為什麼在推兵棋 因為參與的就是這些人 泄密的就是你們這些人 其他的這些小飛官啊 或者這些艦艇軍官 根本不知道要去哪裡 根本不知道要打什麼仗 因為這樣 他們才能夠把這一個 那個軍事的機密一直確保 包含中途島也是 中途島是自己笨 然後自己洩密 在那個電報裡面 所以我講解放軍現在的 我舉個例子 今天大家常常在講 他們其實4號做的是精確打擊 用彈道飛彈打台灣 不是不是打台灣 對不起 飛越台灣 然後5號用的是對海封控與制空作戰 6號是對陸打擊及對海突擊 這裡面有邏輯上的謬誤 大家發現了沒 怎麼說 你既然都對海封控了 你幹嘛還要突擊啊 你為什麼要 所以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它其實是每一套都有一個 scenario都有一個劇本 然後他這次抽幾個劇本來用 這就是我們李總統講的 有18套劇本 他就抽個幾套劇本來 然後當然也是有目的的 測試一下台灣會做什麼樣的反應 接下來大家不要講 說小艦長都幾張圖走天下 沒有 我上每個節目都做新的圖 好不好 絕對絕對負責任 絕對不會一個圖打遍天下無敵手 不是這樣 剛剛我們主持人有秀這張圖 這張圖其實裡面有非常多的 多的信號在裡面 怎麼說 3號 為什麼雷根號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距離多少 我幫大家量過了 我是用Google Earth量過 1200公里 這麼巧 1200公里 為什麼1200公里 等我跟大家報告 然後你看它3號為什麼在這個位置 因為它起飛的艦載機 要護航裴若西的專機 3號為什麼在這邊 它要讓裴若西繞一大圈 還記得嗎 它是繞了一大圈到韓國去 好了我要來講這1200公里 這1200公里 要看解放軍打的飛彈長怎樣 那咧 因為現在真的假訊息太多了 那我一定要跟大家證實一下 這個是什麼訊息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訊息 大家以為看熱鬧看那個噴射 那個又要對我們台灣怎麼樣 武統台灣 可是你仔細看 它就是在一個馬路的旁邊 一個避車彎 交通警察開罰單的這個位置 超速照相的位置 它就是在這裡 然後呢 其實哪裡都可以發射 它只要用經緯儀量好 你現在的經緯度是多少 就可以發射了 我為什麼要開一個紅框 那紅框是個路燈 這個路燈上面是有太陽能 然後有個路燈 為什麼 它就是一個參考坐標 會不會造假 要記得把路燈批回去 不是愛講人家批嗎 那我來幫大家看看有沒有批 你看這個紅框還在這裡 這個太陽能 這個路燈還在 不是批的 可是這一個黃框是什麼 它這個飛彈 這個東風15 它有小翅膀 有小翅膀就不一樣了 怎麼說 我們接下來繼續看 那接下來這邊 我們又看到它的那個 那個舉聲架已經離開了 然後它路燈還在這裡 我不斷地強調這件事 因為要每一個 如果是P圖要做到 每一個點都做到 其實有點難 好 接下來發射路燈還在這裡 好 那你說 這個到底代表什麼 東風15 的確沒錯就是 什麼 它在9596年飛彈危機就用過 用過的是哪一種 用過的是這一種 東風15A 我們剛剛特別請大家看的是 東風15B 看到沒有有小翅膀 有小翅膀代表什麼 你有翅膀當然就可以改變方向 這個問題 回應了剛剛主持人 回應了剛剛友志哥 回應了剛剛董哥講的 三叉戟飛彈為什麼不適合 因為這一種飛彈 我一定要拿回剛剛那張圖 那張圖圖圖有真相 這個今天做的還新鮮的 溫溫熱熱的 好不好 這是雷射印表機印的 這下面寫什麼 東風15 它下面寫什麼 有核子 它可以搭配核彈頭 高爆彈頭 以及極速彈頭 意思是什麼 大家現在只講打彈道飛彈 我跟大家報告 它為什麼打東風15 核威則告訴你 我可以攜帶核武器的 大家不要以為眼睛 假裝沒看到 這件事就不存在 它就是這樣 這張跟誰學的 跟俄羅斯學的 俄羅斯當初 是不是也類似的途徑 他沒有說他要用核彈 可是他說 有人 竟然會知道 普丁的太太跟小孩 跑到中亞的核演戶基地去 他在告訴你什麼 我在演練 然後他就告訴你 末日飛機起飛了 告訴你什麼 我在演練 你要不要練一下 這些都是核威則 這個也是 然後大家講 雷根號要回來了 你什麼時候有看過雷根號 這個美國的核子動力航空母艦 進入台灣海峽 你什麼時候見過 從來沒見過 上一次是小英號 小英號是氣到抓狂 為什麼 艦長跟大家講 我們快到香港休息一下 大家可以放假班輪流一下 到香港去看一看 去看一看採買一下 結果中國說 對不起不要讓你靠搏 所以他氣起來 從南海上海直接 直接走台灣海峽 就這麼101次 就是最近二三十年 就這麼一次 為什麼不敢進去 如果 因為小店長沒有帶那麼多圖 因為2019年的中國軍力報告 這個報告不是台灣寫的 是美國國防部寫的 遞交給 每一年都要遞交給美國國會 它裡面講 英籍六兩 這個飛彈可以飛四百公里 飛四百公里 包含了花蓮以北 所有的目標通通打得到 台灣海峽沒有一個逃得掉 所以 你覺得他會進來嗎 他 都要逃一千兩百公里 他一千兩百公里 逃的是誰 逃的就是 東風十五 他為什麼知道東風十五 因為 我圖做的不夠多 對不起 前一天有一架 E8C的這一種電針機來了 這種電針機 他不是看空中的 他是看地面 他地面看到什麼 看到彈道飛彈的那個 運載車在跑來跑去 他就知道了 但是他沒跟你講 所以我們這樣講 這些 不要一天到晚搞認知作戰 做一點時事 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 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 這個換句話說 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baby 兒童 孕婦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